哈喽,大家早 今天呢,我要来给大家录vlog 然后这一次的主题呢 有一个老朋友要入镜 我刚刚帮我妈妈化完妆 哈喽 她是不是很少呢 然后让我们去检查一下 我的爸爸现在是否睡着了 威蝶 你看这里 对啊 我妈眼睛太大了 所以我今天要画了 你看我的眼睛嘛 眼睛帮画得超浓 就是因为我妈妈眼睛太大了 眼皮拼不过她 只能从睫毛上来看 今天天气也很 但你知道就是爸妈在 还是让我穿上了一件外套 就是旁边镇探 哎呀什么 好滑 有没有在录啊 没有在录啊 没有在录啊 没录 不上镜啊 少录我一点 2点15分 对 我爸说他的隐私要被侵犯了 我就先不动了 我每天呢 我准备带我爸爸去看一下我上班的地方 第一次在上班 看来 哈哈 哈喽大家好 我们现在已经到吃完 刚才我们路过这里 这时候就有一个那种就是卖宠物的一个 售卖宠物的一个店 我们现在遇到第二家了 我现在是看到那个 那个小的那个豆牛犬 一只黑色的 爬在那边睡觉 特别特别可爱 然后我就在那边看 就有各种各样的 还有一些小狗嘛 然后最后最后吸引出我目光的是 那个斯芬克斯猫 就那个那种五毛猫 然后我觉得就 具适合我眼儿 这个我妈说她太丑了 可是我觉得她超级好看 对啊 我妈她的眼睛真的很漂亮 害羞 拉里 你老婆美不美 美 你老婆美还是你姑娘美 都美 哪一个更美 都美 选一个 姑娘更美 问我爸这个问题 就很像那种小时候问小孩 你更喜欢爸爸 还是更喜欢妈妈 就是那种特别讨厌厌的问题 小时候别人问我说 我像爸爸还是像妈妈 然后我说我和爸爸在一起 说像爸爸和妈妈在一起 说像妈妈 挺哗 哈哈 然后我们刚才聊起来 其实很多事情都万事开罗难 然后要就是扭转困局 从小时候 我小时候二年期是在英国念的 然后我在第一所学校的时候被欺负 然后又转学到第二所学校的时候 大家都很喜欢我 然后那时候我的英文开始变好 然后来吃 但是那会儿一开始的时候是 那个 那个 还 担心你怎么交流 但是那时候你今天 会比较跟着几个小跟班 人家 那个 吵架 你还几千千 哈哈哈 我记得一开始 我的第一个英文名是Lily 人太多了 对 叫Lily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然后后来是谁啊 谁帮我改的 Lilya 我妈妈帮我起了Lilya这个名字 然后我从二年期就开始 一直叫Lilya 叫到现在 我第一所高中的时候 没有跟大家讲过 第一所大高中的时候很几惨 就是那一年真的运气特别差 遇上了飓风 暴风雪 爆炸案 马拉松爆炸案 因为真的比较方便 还有什么 感觉多多少少很多事情 就那一次我才十五岁嘛 对 我想起来了 你的那个 办那个信用卡 不满十六岁 还办不了 对我还办不了信 但是后来我去到那个 加州的时候 也还是经历过一些事情 就是 你去加州挺好啊 因为我没跟你说呀 对啥 我经历了这些不好之后 我现在就都很好 你给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爸爸 你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爸爸 他的眼睛现在只有这么大 他的眼睛现在只有这么大 我后面没有店的话 那我们就明天再继续 晚安 哈喽大家好 今天已经是阳光明媚的第二天 我哥从杭州来看 我也来找我们 但是他不愿意入境 我们现在来到吃饭的地方 然后结果 就是我听说过 这个创意韩式料理 他们是在不同平台上面 都可以排队 所以我在我这个平台上面 看前面已经没有桌了 但其实我前面还有三桌 我刚才新买了一支口红 是Don't Stop Nars的这个液体船 Don't Stop 采访一下你开心吗 开心啊人太多了 终于来到了最喜欢的新巴克 排了好长时间的 我们下期再见 特别的大 我这里面有橙子的 干橙的味道 我要没有换那么多的妆 我还挺想吃一下这个妆的 就是我想现在想要出一个穿搭 然后也想出一个装油的饰品 然后最近还买了一些护肤品 也想要出一个爱用品之类的这种东西 它里面包了一个像类似小菊花 你看如果在茶壶里面泡开以后 就是这个样子 有外滩 哈喽大家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好吧 你翻路啊 果然有我妈在我照相的数量 就是事半功倍 因为我妈妈特别会照相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打一个车 然后去到今天晚上订了位置的那个餐厅去吃饭 我准备吃个家庭饭 然后我哥要回房州 就是每次跟我父母出行都是 很累 暴走好吧 没有说很累但是暴走 哈喽大家早呀 今天天气比昨天还要热 反正我今天是穿了一个白色的T恤 然后穿了个这种 我特别喜欢喝绿色的果汁 我在美国的时候就经常特别夏天的时候 就炸那种绿色的果汁 就各种被放在一起 对 对不对 我的很好吃 我的妈妈想要去宜家 所以我们现在准备去宜家 就是宜家 对 哈喽大家好 我们现在已经回家了 然后这一个猫 我刚才知道的时候又睡着了 我爸妈他们晚上的飞机 所以等一下他们就要去机场 然后我准备去送一下 他们 让我去看一眼老李你在干嘛 李你在干什么 我 我在给你剥柚子 我爸就是我们家的水果担当 就期待下一个视频到底是出什么吧 我们就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